採訪的時候他有說過 他就說採訪期間抗議並不是一個合適的做法 他說記者有責任要完成採訪工作 記者會不是一個表達不滿的地方 有不滿應該向警方投訴的 你怎麼看他這個說法呢 我覺得王前輩的說法就有點離地 其實當然當然明白要完成採訪工作 當然明白我們記者 其實從來都不想成為新聞的主角 我們是去報導新聞 不是做新聞的主角 但是大家看到我們現在的情況是很惡劣 人身的安全在採訪的現場 我在上個星期的記者會 都跟西國人總區指揮觀察校業 說得很清楚 我們最擔心的是警方的槍彈 我們受傷的大部分情況 都是警方的槍彈 我不要計算警方其實是有意或是無意 有心還是無心 我們就當是真的無心 但是這個真的是情況出現 我們是擔心的 而且也看到有記者受過嚴重傷害 就是那個印尼女記者 所以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新聞的情況下 我們去做任何抗議 而更加我們期望 新華行政人員協會 其實它作為一個管理層的組織 是應該向前線的記者提供足夠的保護 以及應該是向警方表達我們這個憂慮 好 回到示威的本質 就是因為都是不滿警方在處理一些記者時的手法 抗議行動 其實不是示威 我認為是抗議 都關乎到近日幾件事 其中包括你自己的客人 你自己也在採訪期間中了蛋 你那個情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警方是一隊穿著防暴裝的警察 他們剛剛在阿加勞街和彌敦道交界 清除了一些牢獎 然後就撤退了 但我想大家都完全不陌生 當然有很多憤怒的市民和街坊 不是追的 就是貼著警方 在他們一路撤退的時候 一路就會罵警察 然後他們其實當時離開的人的警察群 前隊已經在上車 中間有一些警察就乘搭著同事 而後面的警察就是 拿著一些槍警戒著 但後來走去的市民也不少 警方已經發了一發的催淚彈 打了出去 其實我當時站在採訪群比較忠厚的位置 我其實經常都是回應警方的呼籲 不要站那麼前 我們的器材可以做到 我們也不站那麼前 但可能發了一發槍彈之後 前面的行家就可以驚覺到 原來警方會打這些槍彈出來 就開始律續散開 當時我站在比較忠厚 我看不到他們已經散後 然後我也打算到 到處看 找一個安全的位置的時候 就聽到一下的槍聲 砰的打出來 那我也擔心是不是我自己 然後我就想拔足想走 但已經發覺走不了 因為雙腳原來有點痛 發覺自己中了彈 這不是我第一次中彈的 之前我也試過拍攝一些示威者 在木輪街 黃大仙那裡的警察宿舍 訂一些磚塊 就是訂那些警察宿舍的時候 警方又是訂了一個 搜紮的催淚彈 爆了之後那些火的碎片 就掉到我看到記者背心上 然後就燒著了 後來是有一些輕微燒傷 但是也有疊癌 所以其實是經常都有 上個星期五 又在鮮鮮催警署 我們也不是站在最前面 但是當警署射一些催淚彈出來的時候 那些碎片又是射中了的腳 那也是有一些傷痕 你會不會有所謂跟進這件事呢 或者從警方的角度看 我現在驅散一些聚集的群眾而已 那經常都說 記者彈得太近 或者跟示威者聚在一起 子彈無眼等等那些想法 警方經常都說 電光火石之間做不到的決定 或者那個決定是這樣的 那其實 我沒有想著特別再追究 因為很老實說 我作為記者 我們站在那個位置 雖然不是最前 但是是有這樣的風險 我們自己要去小心 但是中彈是一個事實 其實沒有一個很系統的統計而已 但是你提到說 我比較關心的是 其實在警方射擊的角度看出來 他是知道在眼前的 是示威者多還是記者多 示威者當時是做過些什麼 譬如我們剛才 我星期日的事例 其實在他的角度拿著槍網的時候 他肯定知道前面是多記者 多過示威者 也看不到示威者 我想有那些很嚴重的 譬如說拿氣油彈的襲擊行為 他都決定去發這一槍 又或者我們去印尼女記者 重彈在灣仔入境處大樓的天橋 其實那個警察打那一槍 那個布袋彈出來的時候 是有一個示威者伸了頭出來的 然後就縮回去 而他都看到在他的射擊視線的範圍裡面 都一定是記者多 他應該都明白 他打中記者的機會是不低的 但是警方還是開這一槍 所以我在記者會上 我也有問過警方 是否現在平暴震亂 所謂他們的平暴震亂的說法 要擊中一個示威者的重要性 是比其他在場人士 有機會中榴彈的危險性呢 大家可以打來跟我們聊聊的電話 172311 17231 直播室繼續有嘉賓有記協執委 陳朗昇 都是說回近日記者 或是近月所遇到的情況 你有沒有在現場有甚麼觀察 都是打來跟我們聊聊 172311 172311 現在電話旁邊 我想請多個嘉賓一起聊 不如請陳朗昇帶起意圖 就是請來昨天在記者會之上 有一些抗議行動的記者 有記者葉家文在電話旁邊 早安 葉家文 你好 早安 陳朗昇也在 早安 Amy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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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昨天你的想法是怎樣 為何要抗議之餘 還要邀請在場的記者來場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希望是一個行動 是杯葛這個記者會的 但是當然是杯葛 希望出去之後 可能其實大家可以選擇 進去做自己的事還是怎樣 但是沒有成功 也沒有問題 我覺得我們已經很清晰地表達了 我代表著一群前線記者 表達了我們這一個訊息 這個跟其他人有沒有溝通 還是你們都覺得這件事太過緊要了 才用這種方法來表達呢 還是怎樣 其實我們有溝通的 我們都有自己談過 也不是真的只有我一個 那是一群前線記者一起談的 但是我相信現場有很多其他人 還有一些包袱 或者是有其他顧慮 因為我作為一個自由身的記者 就比較方便一些 所以我出來說 效果如何呢 既然有提出 然後有些又不知道 可能剛才你說有其他顧慮等等 那會有什麼效果呢 效果 我覺得我們都表達了我們的訊息 其實都 這樣都認真地 不過我沒有想過會發得這麼大 我沒有想過大家的社會的反應有這麼大 我們沒有想過會成為今天的幾個頭難 如果說作為要保障公眾的知情權 做記者這個都很重要的責任 如果選擇杯葛說不去一個記者會的時候 剛才說過有其他的新聞人員的協會 就會覺得首要工作應該都是做採訪先 做好採訪 讓觀眾知道發生什麼事 才是記者的重要工作 表達的話 可能在其他途徑表達才是合適的 怎麼看這種說法呢 我想昨天警察一出來就說說我們是 劈劫了他 剝奪了其他公眾的知情權 但我覺得記者會其實是代表市民和存在的事實 去質詢一些權貴 但很明顯這幾個月來這些警方的記者招待會 其實我們都發揮不了一些應有的職能 還有法文的環節其實是非常短的 不讓我們追問 然後他主導了整個法文環節 就是我們連一些要求正面回應的能力都做不到 其實是沒有了我們現在的功能 所以某程度上變成了一個 由於他的安排 我們已經變成了他的傳聖筒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 而且也要為了抗議 因為我們之前其實做了幾次 也都有很多一個 其實記協都出了幾次的聲明 公開聲明譴責 但是這件事沒有好轉動 所以我們覺得都是時候要告訴大家 這個記者招待會已經失去了我們在這裡的功能 但是記者會的問題是什麼 他都定期有四點鐘出現 有坐在那裡給大家問問題 可能他回答的未必是你心目中想要的 但是他都給你問 應該怎樣才叫做一個合適的記者會的設定呢 我想其實都是互相尊重 比如像昨天一樣 你看到他會說這是我們場地 好像漠視了我們在記者會上去 其實我們不是因為個人的原因 而在這裡追問 而在代表一些社會上大家關心的東西 去希望問警方 但是過去 而有些東西我們問不到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追問 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我們想得到的答案 我們說我們要一些時間去查詢 我們下次再問 但是這件事是 這四個月來大家都一直都看到 是沒有發揮到我們這個問題 甚至是一些 在整個流程上去主導整件事的時候 沒有去令到我們在當中指令 即是論為全星堂的時候 然後我們是想做一些行動 去抗議這幾個月來的 不單是程序上 和事實上有一些暴力行為 好 多謝先葉家文跟你談 多謝你接受訪問 謝謝 葉家文昨天在記者會之場 發起一個抗議行動 好 繼續跟我們嘉賓談談 首先陳朗昇就是記協執委 我想問記者會你怎樣看 我覺得 首先我必須要跟葉家文說 很感謝他們 我們作為記者協會 昨天沒有官方出現了 我們應該是單純這個角色的 我個人 我不代表記協 我個人很感謝葉家文 第二就是 大家都要明白 在採訪的現場 當然記者會希望大家要保障知情權 但是如果我們不向警方表達 現在警方對新聞自由 和新聞採訪的阻礙 其實影響更加大 就是說 我們在現場 根本已經出現的 就是我們引用警察通例 第39章第五 經常都強調 警員是不可以在現場阻礙記者拍攝 在場警員是說 我沒有阻礙你 但是他將你擺到無雷工那麼遠 或者他將你擺到一個位置 你拍不到任何被捕人士 所以其實是很不理想的 但是我也必須要說 我們拍攝被捕人士是保障雙方的 是被捕人士的權利 是應該被保障的 而如果被捕人士 他投訴警方是有嘔吐他或其他 其實我們的鏡頭 正正是保障那些 沒有打到人的警察的情況 所以希望警方不要對這件事那麼敵視 第三 也提到記者會如何安排才是比較理想的 其實我做了記者15年 我不是去過記者會 好像現在的警方記者會一樣 第一是不給追問 即是即時有問題是不給追問 我們之前在就算是反修例期間 我們在政府記者會 對著律政司司長謝若驊 對著保安局局長利家超 甚至對著特首林鄭月娥 我們都可以追問 第二就是他要限制我們三個問題 去到一個情況 你明明問了三個問題 他說不是 你問了四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他不回答 唯一叫下一個記者有興趣 你就回答 這是很匪夷所思的做法 以及以昨天為例 不參加記者會的記者就請你離開 我都沒見過一個記者會 在中途要記者只能夠進入 沒有出 不參加某部份就不准再進入 其實警務處這個四點鐘記者會 是誇張得比警務處處長的記者會 重要的條件來得更加辣 所以這個是 如果我們就這樣出席的記者會 就是保障知情權 我覺得是不全面的 剛才的提法就是 怕出席的記者會 那麼多月來會淪為全聲筒 又會不會去到這樣 剛才有這樣的說法 行家們是有這樣的擔憂 我們都擔憂有這樣的趨向 因為你看到警方一開始 通常用四十多分鐘 就是講他們那個對 通常之前一天的事件的看法 怎樣為止全聲筒呢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做新聞報道 其實是很盡量避免用一些情緒化 或者主觀 或者形容詞 這個是我們的專業 警方經常都說 專業的記者會怎樣做 其實我又想告訴你 專業的記者就是不會用 情緒化主觀的形容詞 但是你看到警方 這個四十分鐘的開場白 是充滿著這些言辭的 如果我們直接引用 直接播出街 其實就是幫了他宣傳 當然幫他宣傳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不是一個問題 就是傳媒是有宣傳功能 但是這樣去宣傳 而我們沒有辦法 去在這個期間反駁 然後我們的反駁 唯一的所謂的方法 就是問問題 但是問問題的限制那麼多 而且你看到警方 通常最大爭議的問題 他都說暫時未有資料 未了解的情況 好 今早有嘉賓 就是記協執委 在年月來的示威當中 究竟警方處理傳媒的情況是怎樣 很多時候大家都靠一些新聞片段 或者直播去了解現場的情況 昨天就看到有記者 就是在記者會當中有一個抗議行動 大家為何打來講一下 172311 跟陳朗先談一下 說回事情的本質 究竟警方如何處理記者的採訪 蒙面發生效之後 就看到有些記者 都因為在現場 可能都有催淚煙等等 催淚彈的也要戴著面罩 有些人選擇 看到有些例子 譬如看到星期日的時候 香港電台有個攝影師 就被防暴警察 扯下他的面罩 推開攝影機 也都看到後來有警員向 那個攝影師和其他在場記者 有一份藍色的胡椒噴劑 另外有些個案 也看到警察 都要記者脫下面罩等等 你們前線的那些 看到是怎樣的 譬如我自己星期日 突然間有幾個警察在我旁邊說話 他們就戴著面罩 我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後來我追上去再問 他們大聲地說 他們就說 現在都沒有燒煙 你為何要戴著防毒面具 其實這是一個很實質的問題 因為當時我們在做事 沒有時間去除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現場 其實你說沒有燒煙 但是那些煙 其實還殘留在現場上 有時你以為沒事 你拔走了 其實就吸光了 所以根本是有需要的 但是如果你說回港台的例子 就是過分 我簡直覺得是過分 因為以我理解 香港電台的記者背心 是有香港電台的揮號 攝影機的揮號 記者有記者證 其實要確實身份 完全沒有難度 還有如果當時的影片看到 整條街的方向 他旁邊大約一百米都沒有人 只有他一個在拍攝 他不是做拍攝是做什麼 很明顯是做拍攝 但是警員走過去 都沒有搞清楚 就已經要說拔口罩 這個是情緒 我覺得完全是 因為他們經常強調記者沒有特權 我想說特權這兩個字 都是警隊的容譽 我們就是沒有特權的 但是我們是有一個免責條款 有一個免責的 這個是由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公開說過的 如果沒有記錯 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都說過的 其實所謂免責條款 就是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如果警方的所謂懷疑 或者所謂要去做的行動 我們其實是在法律上有的基礎 是在那裏做的事 第一步應該是確實記者的身份 有記者證 有背心 有器材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明顯充足的證據 如果他都覺得不要緊要不行的 那他可以拿到身份證 這是他再可以採取的行動 但是你用手去拔 其實是一個侵害人生 我完全覺得不可以接受 昨天記者會之上 你見到警察公共關係科 總警司謝震中也有回應 看看昨天他怎麼說 好 如果記者當時是有穿著 一件清晰的記者的背心 或者戴著頭盔上 是有清晰顯示他是一個記者的話 而且同時在做一些專業的採訪工作 我們是認為看不到 警務人員是有甚麼原因 要去截查記者阻礙他的工作 這個我很清晰說 如果同時在沒有事先要求 或者作出警告的情況之下 強行扯開記者的口罩 這個行為絕對不理想 我相信如果有更好的溝通 效果出來會更加好 因為剛才提及另外一個section 根據法例 其實警員是需要先截停 要求對方脫口罩 如果不聽從 也需要先給警告 警告對方 我們會用適當的武力 去拿走他的口罩 經過這個程序 我們才會做剛才你說扯開口罩的步驟 剛才聽到警察公共關科總警師 謝鎮中昨天的說法 你覺得他說是不是這樣 他說見到你明顯是記者 你穿件衣服很清楚的 根本就沒必要查你的 他說的那些中文字是很清晰的 前線你見到是不是這樣 這個說法在這四個月裡 都有一些搖擺 如果大家記得警方說過 我們眼前的人 全部都穿反光衣 我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發覺 其實穿反光衣不是一個護身符 於是我們就把記者證 牛腦那麼大隻眼就放在身口前面 根本最簡單 如果警察真的有懷疑的話 他看我們的記者證 那些記者證 哪些記者證是可以警方認可的 其實很清晰 包括所有通訊社報館電視台的工作證 香港記者協會發出的會員證 香港視頻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 我們很多行家都是有的 全部都在那裡 香港電台有香港電台的採訪證 根本已經是足夠了 那為何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呢 還有之前就說 反光衣不是一個 一定不是一個識別的唯一的方法 那位港台記者身上有識別記應 但是你都採取行動 現在的行動是非常粗暴 還有都還沒計算 當時那個現場 是不是有沒有一些 還有一些催淚煙的粒子 如果當時是現場的話 那個記者就會受到一些傷害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不理想的情況 不是不理想的 只是過分的情況 好 繼續有我們的嘉賓 記協則位陳朗昇 聽一下大家打上來 二見一電話1723 117231 請陳朗昇帶起議筒 我們一起聽一下 好 謝謝 劉慧卿打了上來 是前記協主席 劉慧卿你好 早安 你好 早安 陳朗昇也在 兄姐好 早安 早安 我真的要讚一下記者 昨天那場大龍鳳 老實說真的 真的慶到慶到瘋狂 其實很多市民 跟我說他不是記者 他說天天 這個星期 這個四點鐘 那個所謂記者會 他們就覺得是方華連篇 完全就是不回應 記者提出的訴求 還有有些是阻撓記者採訪的 我看到今天有個報導 引述有個講師 李炳權 他以前都是記者 大家都認識 他說警方現在在壓力下失控 執法不公 仇恨記者 是嚴重影響新聞自由 這個是縱下了不滿 他說警媒的關係 已經到臨界點 所以才觸發記者抗議 以及杯葛記者會 老實說 我們大家知道 新聞自由 採訪自由 不僅是涉及新聞界 是涉及我們全香港所有公眾 如果沒有了採訪自由 新聞自由 我們是沒有資情權的了 你們港台都受到很多打壓 經常有市民來跟我說 他說死了死了 港台就快 陰乾了沒有了 你們那個攝影記者 前幾晚也有事 你們都出來吵 那些老闆 其實那些老闆是應該出聲的 記者仔就沒有權 沒有勢 你自己的機構 你看到員工是被人這樣虐待 或者這樣對待 為什麼不出聲呢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事 所以剛才葉小姐說 他都猜不到有這麼大的迴響 又頭條 當然有 不僅是香港頭條 全世界都頭條 人家看到香港的示威者 都這麼勇敢 現在的記者被人這樣打壓 當然要出聲 你說是不是 OK 好 多謝劉慧卿先跟你談到這裡 陳朗昌又回應一下 多謝劉慧卿的支持 劉慧卿也是支持香港記者協會的前主席 他也是新聞界出身 他應該很明白 我唯一一個特別想說 就是劉慧卿小姐說得對的 就是前世的記者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是比較弱勢 比較沒什麼耳駕能力 大家都很擔心工作 各樣東西 也都未必有這樣的經驗去處理 其實他說得很對 就是有經驗的傳媒負責人 是要去思考 由記者去採訪的自由 採訪的時候的安全等等 應該是向警方清晰表達這些困難 好 繼續聽聽聽 我們這個時候請多位嘉賓一起聊 聽聽不同的聲音 好 旁邊請來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蔣麗雲跟我們一起聊 早安 蔣麗雲 早安 早小姐 是的 今早在談 有關於一些示威現場 警方和傳媒之間的處理 你又怎麼看近日的情況呢 近日其實都看到 陸續警方和記者之間 近期的衝突多了 其實雙方都是工作期間 是不是 所以我昨天在議會 我也在想著 我就跟局長說 我問你可否釋放一下 那就是一些外國的做法 譬如美國 現在很多他們的做法都一樣 那就是記者要去 警方的某個辦事處做一些登記 然後警方統一給他們一些 好像是一些識別 我昨天就建議不如反光醫 你統一的識別的話 就不用這麼多爭辯 是吧 我剛剛聽到陳朗昇 他也有說 現在因為 你不只是記協發記者證 現在所有的傳媒機構都可以發的 他自己差不多 你想想 記協今年有五百多個會員 然後我知道一些大機構 他們自己發的記者證 有幾百個 是吧 那你變成來說 特別近期 大家都很熱衷於訪問一些示威 暴力的地區 那你就去很多 很多記者 其實這樣確實 對於警方在執法的時候 確實他們都覺得很干擾 特別是有些記者 他們可能很融 他們站在警方的前面 你變成來說 剛剛陳朗昇也說了 你說警方正是準備發一些 催淚冤也好 什麼暴代彈也好 那算是你前方的話 那你就容易中招了 是吧 你看回呢 就是我近期都留意 就是西方 譬如西班牙那邊 這個一機示威的場面 其實所有的記者 都站在警察的背後 而不是警方的前面 所以我在想 可不可以統一 記者證或採訪證 當然各大全體機構 記者協會等等 你們自己照樣去發 但是同時來說 那警方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任何的機構 你發了一個證 你們是應該跟警方做一個登記的 譬如我看到前幾天 也有一個紛爭 警察說 喂 我沒遷過你這個證 那原來是怎樣呢 原來是一個網台記者 還是怎樣呢 他自己就寄了一張證給自己 OK 那你變成那張證 就真的是警方沒見過的 那警方就以為他假冒 是不是 那就出現大家 就互相吵架的場面 其實這個也不是很理想的 張立雲 你的建議 是不是一定要有警方 譬如舉個例子 有那件反光源 才可以下去現場採訪 如果不是的話 就沒有一定的保障 就會當作是普通人的處理 是不是這樣的建議方向 是 是 可以這麼說 是不是 那你變成 你說警方容易識別 你不要這麼質疑 別人都去你這裏登記了 OK 那就不要這麼多質疑 但是同事來說 記者們就想了 OK 你碰到一些特大新聞 或者怎樣 你不是一間報官 就不是派兩個 一兩個的 可能整個都湧下去了 其他人怎樣呢 其他人可能就沒有了識別了 大家都要想一下這些問題 我昨天也有跟局方說 不如找幾個記者團體的代表 大家互相談一下 如何是能夠達到 警方又是能夠順利執法 記者亦都能夠順利作出採訪 總可以看到一個結果 但是如果要那件反光衣才能下延長 那變相那件反光衣的地位 不是等於一個統一的記者證一樣 其實 但是我看到林鄭之前說 政府沒有意圖要統一為記者發記者證 如果要有反光衣才能採訪 那件反光衣的地位 其實是記者證來的 不是 不是說有反光衣才能採訪 基本上 第一 記者證 傳媒機構你照樣都發 OK 第二 而一般情況來說 你要去到這些示威現場等等 你自己保護自己的話 你就最好問公司拿好這件反光衣 是由警方發出的 是吧 第三 有一些記者說 不是啊 公司原來申請只有10件放在那裡 我還不夠 我還想多拿幾個 那幾個大家就要負責不同的場合 譬如要多少錢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變通的 另外警方也可以清晰一些 譬如說他有防箭的區域以內 譬如說盡量叫那些記者不要站在那個區域以內 現在來說外國也有的 譬如說這是防箭區域 在街上你不可以站在 明白 那就清清楚楚 大家都希望不要那麼多糾紛的合作愉快 是吧 蔡麗芸可以對準聽筒 讓我們聽清楚的聲音 陳朗昇也想回應一下 操作上是否可以 是蔡麗芸的建議 我想想多謝蔡小姐對我們前線行家的困難的理解 以及想了一些方法 不過我恐怕這些方法不是多可行 第一就是美國的註冊制度 如果你沒有理解錯 它的註冊就不是必須的 剛才不是所有記者都要這樣做 第二就是登記了的記者 是可以走進警方的封鎖區 防線 甚至現在警方經常說的罪案延長 簡單說如果有一張所謂 這一張美式的記者證 當天831在太子站 是沒有記者要離開的 但是現在很明顯 就算有這個所謂的註冊制度 我們還是不可以留在警方的防線 這是第一 第二,我們經常都說 在警方的推進裡面 我們是無地可處 因為為什麼呢 站在前面,他就說阻礙你 站在旁邊,站在行人路 他就說警方正在推進 站在後面是更加不可能的 所以其實根本不存在 西班牙那種站在後面 就可以穩陣一點的方法 根本不是所有 有試過的 在四個月裡面 兩次 我都說得出是哪一次 上一星期在元朗 和幾個月前在黃大仙 但我試過在黃大仙那次 是督察叫我們站在他的後面 但是現場的變衣 一看到我們站在後面 已經馬上把我們趕走了 我們是經常都有這樣合作 但是配合的 但是就是一種 這麼不清晰的指揮和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的困難就是在這裡 第二就是很明顯 其實警方也承認 我們自己和警方的溝通 就是沒有反光醫的人 他一定會將他趕走 所以根本就是這個反光醫 不是一個便利的方法 是一個辯別的方法 第三 也要重申 剛才蔣小姐說 現在每個機構自己發 其實我們發的證 是說明是報章電台電視台通訊社 就算以我服務機構立場新聞為例 我們是有在保刊註冊處到登記 其實這個是警察公共關係科的責任 他應該說得清楚 現場的前線的指揮人員 究竟什麼的傳媒 是一些叫合資格的傳媒 但是你看到前線的警員 現在他就看到PCCW也很質疑 亞視原來復活了他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是一個認知問題 考警察的時候 是有考社會時事的 警員可能看多一些報紙 了解多一些時事會好一點 還有警員永遠就是問我們 你哪間報館 其實現在不止報館 已經有很多傳媒的了 好 蔣麗芸怎麼看呢 他舉了美國處理跟香港相差很遠 本身記者權益方面 我想問他們 他們有沒有跟警方 大家坐在一起 經過怎樣去改善現在的情況 因為現在的情況他們是滿意的 那全市警察又認為 你的記者很煩你 你阻礙我 那怎樣大家可以找到一個共職呢 起碼接近一些 起碼改善一下現在目前的情況 行不行呢 那我回應一下蔣小姐 其實情況已經改善了 如果大家記得 7-1當日進入了立法會之後 後來晚上警方聲場 確實有出現一字長蛇的記者 在警方的防線面前 但到這幾個月都是沒有的 基本上警方一呼籲 我們都已經走開了 這是第一 第二 警方說我們阻礙了他的射擊線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射擊一個目標物 你是可以在而前的 記者只是在那裡拍攝而已 射擊的距離應該是警方可以主動的 不是我們說我們站在那裡 你就一定要站在我們前面那裡 這是警方行動的需要 他們要去想 第三就是說 其實我們談 我也剛才說了 6月之後 記協跟警方沒有再見過面 但之前我們有談過 之前 就是由2014年雨傘運動 而我們其實已經有某程度的轉變 譬如2014年的時候 我們是不接受著背心的 為甚麼呢 我們其實不是很想被人 認識到那些是記者 因為在一個正常 如果蔣小姐這麼喜歡用外國例子 都知道 其實記者是兩邊 即是警方和示威者 都是會針對的 因為示威者理論上 也不想被記者 拍到他們的一些行為 警方也不想被記者 拍到他們的行為 所以大家都會針對記者 但結果呢 就是 現在我們已經改變了 即是說大家穿反光衣 其實已經配合了 好 跟蔣麗雲談到這裡 看到剛剛也斷了時間 不過多謝蔣麗雲 剛才講到他的要點 剛才也講到 希望統一反光衣的做法 剛才直播室的嘉賓 陳朗昇 記協執委說了問題在哪裡 剛才看到 之前在劉慧卿的時候 引述過呂炳權的說法 現在警方好像仇恨記者 蒙面法之後 你看到會不會反而再 好像關係更加繃緊 如果他說臨界點 我覺得呂前輩就太客氣了 我覺得是冰點 因為 真的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你看到之前也不會特別喊黑記 現在經常都喊黑記 但我們記者沒有喊過黑境 起碼在現場 或者我想在報導新聞時 沒有用過黑境 大家的關係這一點已經很差 第二就是 行為越來越誇張 譬如昨天已經出現 拘捕我們的器材 拿警棍指著我們 所以很擔心 好 蔣麗芸帶回來 還有一句補充 只剩下半分鐘 蔣麗芸請說 我也是奉勸 因為你們上一次 你說開過會 都是四個月以前 曾經開過會 而這四個月 沒有開過 這四個月 其實累積了這麼多的經歷之後 大家都有一些新的看法 我認為是應該警方要跟記者團體 大家再開一次會 認真談談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 或者有些什麼 大家都可以改善 我覺得這個才是上策 OK 好 多謝蔣麗芸 家庭溝通五秒 行不行 希望蔣麗芸跟我們一起下去 我們講解我們的採訪困難給他聽 多謝蔣麗芸